大家好 今天一个粉丝晚上来找董哥拿了一块盘 这盘啥问题啊 就是打不开了 摔过吗 没有 没摔是吧 那我们初步给他检测一下 很着急是吧 我看你会打电话着急的 明天就要用 对 这个是公司的盘 好的 过去前没有一响 没有一响 没有一响是好事啊 好 我们近距离给他看一下 这个复位非常棒啊 证明有坏道啊 是好的原因 好的 我们看 能复位 但是复位后长盲 这些都报错 我们看看能不能见证啥 进不去也不认盘 进去也不认盘 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没有 有有办法啊 我们待会看一下 找一个特殊的工具 可能大家说 诶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是把电路板跟刺头隔开 它目前来说能复位能就绪 那就是可能说是刺头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他还是长忙 那我们不用管他 我们先去进楼 煮菜单 然后 阻止 我们阻止人家的服务器 不让他工作 好的 我们现在阻止他所有的服务器 不让他工作 甭管他 因为现在他不认盘嘛 我们不用管他 阻止完了以后 那我们会把刺头 这有个刺头未涂 哇 这个是八个头的啊 我们先给他都给他关掉 就是我们不让刺头 给他工作 那下一步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张纸子抽了 把刚才拆下的两个螺丝 给他打上去 好的 我们刚才把这个螺丝 给他装上了 然后把那张纸给他去掉 我们再看屏幕 好的 我们不认盘不要紧 因为我们没有加载固件区啊 只是把IDODR加载上去了 我们现在返回 把主菜单重新进路一下 识别一下 好了 这个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版本号记一下 然后备份固件 因为这固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 如果固件没有备份出来 我们什么都不敢做 一旦一做的话 都损坏 损坏以后我都没救了 好了 我们证明0号面和1号面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我们慢慢等待备份固件 像这种我们就是抓紧 把0号面和1号面的固件备份完 然后其他的刺头损坏 我们现在不管它 先把0号面和1号面做完了之后 换个新的刺头 好的 现在备份过程完毕 那我们就要修这个盘 怎么让它认盘 那我们在这里 模块区 选择02模块 那现在02模块肯定是坏的啊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要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参数 把它改了 从这 044 往后边 这一堆我们全给它删 删掉 因为它有个反应棒 我们必须解决反应棒啊 我们看一下 看到哪个地方 好的 通过董哥的计算 是这一串数字 把这一串数字 怎么着啊 填充 我们全填0 全填0 然后交验 两次交验啊 交验完了 我们写回 写回 靠北0 然后我们这个盘 就不用再慢了 好了 到这我们就可以启动 通过允许服务区启动 我们看一下 硬盘能不能认 我们刷新一下 如果没错的话 2T硬盘 就识别到了 我们看一下服务区 能不能访问这个闪区 如果闪区 能看到55AA OK 这个 就我们完全可以做数据了 我们扫描一下 应该也没问题 我们扫描一下 看这个盘 有没有问题 它扫描 它也可 只能扫描到0号头和1号头啊 因为啥 我们前面给它屏蔽了 所以 好的 很好 那我们赶紧的先把前面有好的是这个刺头 把数据做出来 待会再给它换个刺头 把数据给它提出来 美女 这个盘呢 因为刺头损坏 估计得1000米 能挺一点吗 这个少不了了 这是最低的成本了 因为我们成本都400米 嗯 可以吧 好了 董哥都抓紧把它书记给做出来 然后现在开始做镜像 好的 本视频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拜拜